接下來的話一樣統計 那101跟102 那這個資料是網路上來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開獎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101年開獎日期 然後開出號碼 所以基本上它的規則一定是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總共一期就開七個號碼 七個號碼 所以底下主要是這些 那其實我們需要的就是低到追 總共會有七個欄位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說 在這個範圍 所以其實你整個範圍是Ctrl 去向下 先選低到追吧 然後向下這個範圍 那我如果要統計分析的話 我可以怎麼做 第一個你可以在這邊插入什麼 一樣用Cornif 範圍的話 當然101年就是101年 那剛剛一樣的問題發生了 如果你要選什麼 選從第二 一直到最後的話 別人你要這樣一直選 有沒有一直選 選到這裡這樣子 可是問題一樣就是說 你到時候呢 第一個範圍比較大 第二個的話呢 然後還要鎖定 那如果你不想怎麼辦呢 其實跟剛剛一樣先取消 把這邊101年這些號碼 哪些號碼 就這些 那我建議你可以講怎麼選 因為你這邊如果 有要放D2 Ctrl Shift 向右的話 它就跑到重點過頭 這怎麼辦 我先選 我先手動先選 D2到J2 然後只要Ctrl Shift 向下就可以了 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101年 可是特別說 這個名稱 有一個規則 開頭不能是數字 你不能101這樣 但是你 中文或英文開頭都可以 所以我們剛才給他一個名稱 叫開獎101好了 前面用不是數字的名稱都可以 這個範圍叫做 開獎101 OK Enter 然後後面那個叫什麼 開獎101 所以有兩個範圍 這個是開獎101 然後切到102年的話 一樣選D2到J2 橫向選 然後在Ctrl Shift向下 這個範圍叫開獎102 所以在名稱方塊上面呢 取名叫開獎102 Enter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 我們後面呢 如果要統計分析的話 那我就只要什麼 插入那個叫Cognif 然後呢 Range部分的話呢 我就直接按F3 會跳出開獎101 然後條件的話呢 就是 前面有號碼對不對 你就點號碼 1號 出現總共的次數 17次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每個號碼出現的次數呢 就會幫你累加起來了 有沒有 但問題喔 如果我今天不是要次數喔 我今天是要開出來的機率 那機率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所有這邊的號碼 總共幫我算 總共幾個碼 所以理論上嘛 這邊應該是幾個 總共七個 七個然後加上幾個呢 這邊有一次七個號碼 那幾 總共幾列呢 一百減一 九十九 所以七乘以九十九了 不過 我們不是要乘的啦 我們是要算一下 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數字 如果呢 假設你要算裡面有幾個數字的話 你可以用哪一個函數呢 你可以用Count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Countif 副式到這邊好了 然後等一下喔 Ctrl C 然後總共它的 開出的次數 處理什麼 總共那個範圍總共有幾個 所以你可以把Countif 改成Count Count就是算裡面 總共有多少數字的意思 這個範圍裡面幾個數字 回來應該就是 七乘上九十九 所以應該是六九三吧 六九三再處理 這個好像十七次 打個勾看一下 它就是這樣的幾率 總共是 零點零二四五 等一堆 那你想說 是這個小數點太多了 這樣光看我都覺得頭痛 那有沒有辦法 可不可以幫我改一個格式 改什麼格式呢 改成萬分之 一萬次開幾次的意思 就類似像那個 我們講義上面的這個 幾萬分之多少 有沒有 一萬次 一萬分之多少次 OK 二四五 那如果我要這樣的格式的話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出那個格式 萬分之多少 你可以找分數 有沒有 那可是分數裡面 有沒有一萬分之多少 沒有 只有百分之多少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選它之後呢 再按自訂 自己補兩個零不就好了 OK 只有百分之沒有萬嘛 那怎麼辦 補兩個零 所以有些格式不存在沒關係 找到修改 修改就自訂了 OK 然後你按確定就好了 有沒有 一萬分之二四五 然後向下填滿 那做好之後的話 其實一百零二年 你其實不用重做 你只要把這個公式 複製之後 Ctrl C 貼到這邊來 直接把開講101 改成開講102 有沒有 然後這邊開講102 打個勾 向下填滿 欸 那格式怎麼辦 把這邊的格式 用那個刷子 複製格式嘛 刷一下 向下填滿 這樣OK的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用定義名稱還有個好處啦 就是 你要修改那個公式的時候 變好簡單喔 有沒有 完全就看得懂 而且很短 也不用鎖啦 之前有錢的符號 那些也不用管 那兩次的機率相加的話 合計部分怎麼怎麼 這邊的話你等於什麼 等於第一次 加上第二次 101年加102年 然後向下填滿 那排名的話 你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用那個統計類裡面的那個什麼 RANK 特別是喔 如果你的版本是2010以後的版本喔 它名稱改了 叫RANK.EQ 所以喔 如果你們版本假如比較新的話喔 你就找RANK.EQ OK喔 我這個版本是RANK 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呢 它的 合計的機率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REF是說 它要在哪個範圍裡面 跟別的比較 在 這應該是 D2 到下面 所以Ctrl去的 先點D2 再Ctrl去的向下 或者甚至啦 假設你這個REF這個範圍喔 你也要像剛剛黑名單一樣 你也可以把它定一個名稱叫合計 按F3 也可以啦喔 然後這邊的話 你沒有定義的話 缺點是說 你要把那個什麼 這個 D2的2喔 跟D1的43 一定要鎖起來 因為如果沒有鎖起來的話 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它又會自動增號 OK 意思就是說喔 它的合計 跟它全入的人比 它會按照排名 然後預設的order喔 應該是什麼呢 預設是排序嘛 0或省略的話 表示是D減排序 我們應該高的在上面 D對不對 所以應該D減沒錯 所以就0或 那剛剛省略算了 OK喔 那1的話就遞增 一個D減一個D減一個D增 所以我們是 省略好了 去列 然後下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排出來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留下什麼 前七名有沒有 剛好如果你 下課之後想要再 這個喔 簽個 你也想 我們在排名有沒有 你可以用什麼 用資料裡面的篩選最快 篩選的話 你就篩選哪一個 數字篩選 假如是用什麼 大 應該是 小於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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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於等於7就可以了 排名小於等於7 幫我留下來 其他不要留 有沒有 你看到 12號 21號 2728 33 34 39 就是101 102 年 開出機率最高 OK 篩選其實蠻方便的 你可以把這個號碼再 摳到別的地方 就算完了 OK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用 comif 配合篩選 其實還蠻絕配的 篩選 然後恢復的話 就直接再把篩選按掉就可以了 OK 記得喔 篩選有沒有 這邊點一下 數字篩選 把它改成什麼 小於或等於 小於等於 對 小於或等於 小於等於 然後把它輸入一個數字7 它就幫我把資料撈出來了 OK 其他當然還有其他的篩選方式 這個其實都還蠻方便的 那這個篩選功能 有點像把它當資料庫看待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就是說呢 怎麼樣去查詢資料庫的資料的話 其實 就這個篩選就很夠用了 有時候其實反而在資料庫裡面 資料庫裡面的篩選工具 還沒有在Excel來的便利 因為資料庫的那個操作介面太麻煩了 而且太不容性的話 甚至很多地方是要下一些語法的 SQL語法 OK 反而在Excel裡面那些都不需要 把它請問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這個部分 OK 這個是Count if 處理Count 然後呢 我剛剛這邊的話 那是格式裡面的什麼 先找分數 然後找那個什麼 百分比有沒有 按制定就可以了 百分 百分 百 一百 三十除以百 這個 以一百為分五 這個 自訂 切過來之後的話 改一 除以一百就可以了 這個還蠻好用 以後你要一千一萬都可以 一千 這個 這個 或者是說其他的數字 自己再修改 也就是說呢 如果本來沒有的格式 其實都可以透過制定來產生你要的格式 合計就兩個相加 那那個 這個什麼 排名就是用rank 或者你們如果假設版本比較新的話 那請你用rank.eq 然後 他的那個什麼公式部分的話 就是 他自己的排名 他自己跟他這個底下的範圍做比較 但是 這邊的話呢 可能就是在2跟43前面 一定要把它固定下來 你不能向下填板 範圍跑掉 如果範圍跑掉的話 那你那個排序 就 那個 排名就會發生錯誤了 當然 如果 你這個 這個範圍如果不想要 像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講過 你可以改成什麼 你可以改成這樣 你先把這個範圍有沒有 Ctrl-Shift的向下 游標先放D2 Ctrl-Shift的向下 然後把這個範圍名稱叫做合計 有沒有 然後以後的話呢 這邊呢 你就是直接 rank 這個範圍 你就不用 D2到 D43 你就F3 然後合計 放這邊按確定就好 這樣 就不用去 管那個什麼 還要 鎖獵 鎖籃 鎖籃的問題 所以我講過 第一名稱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可是我發現 其實很多人呢 都 不熟 而且甚至有人從來沒用過 那真的很神奇 這樣使用Excel真的是 嗯 有些地方當然會是出問題的點 OK 而且使用起來會變得太複雜 而且很多地方的話呢 很容易出問題 所以我蠻推薦喔 你們以後 只要你的範圍很多 然後很複雜很大的話 或者跨工作表 盡量呢 去使用定義名稱 你會比較好管理 那以後你如果你要管理的話 其實只要記得他在哪裡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你就可以在這個名稱管理員做修改了 OK 第一名稱的部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我們基本上的話喔 這個 數學跟統計類的函數喔 大概就先到這邊 那待會我們就來看那個 檢視 與參照的 這個部分喔 跟那個VIRU函數 比較有關係